各位大家好,很久不见了,龙卿家又来了 现在德国是春天,我介绍一下给大家知道 我做过芥茄的芥茄法,我都有做的 我这棵是啤梨树,种了四五年 现在每年都有开花,当然都有结果 但是结果就有蟲吃,有蟻,就不是那么满意 不论怎样都好,我会介绍一下给大家 如何防止蟻蟻侵蟹果 现在讲回芥茄法 芥茄法我做了两个记号 前年,这是我去年做的芥茄法 这个白色的圈,有两个已经成功了 这个芥茄法,看到这里有开了叉 最初我以为它死了,谁知道我没有理会它 谁知道我发觉它生了两块叶 这是第一个成功了,两种不同的芥茄果 这些芥茄的芥茄果 这些芥茄果就会问朋友 因为很多朋友,家里也有果园 或者花园,种了果树 我觉得这些芥茄果很好吃 又不同于我这个品种 我就做一下芥茄法,谁知道又成功了 这是第二个芥茄果 这是第二个芥茄果 这一棵芥茄果已经开了花 这是花来的 开了两个芥茄 它的芥茄是差不多的 但果有两种不同的芥茄 这两种不同的果 变成了一棵芥茄 可以生到两种啤梨 两种芥茄 这个公园 我在阳台拍下去的公园 公园就坐不了人 只可以站住 看到芥茄树的径 有些围园是黏的 就是防止矮走上来吃果 因为那些芥茄很甜 我现在介绍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我买回来防止果被昆虫 这棵芥茄被侵蚀 这棵芥茄就是这样 圍着树干来做 接着绑着绳子 像这个图那样 它有些粒力 粒力的意思是 那些芥茄爬上去 就会被它粒住 不能触得的 就是这样 我现在这个视频 就是用了这个港角镜子 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Ben哥 多谢你 我现在又做了新的架接法 第三种啤梨 这个做了 我切了一个口 你们可以跟回我去年 番茄架接法来做参考 大概在三月份 或者四月份 有个视频 是讲番茄架接法 也是很成功的 我现在做了一些树 这个就是我今天做的 这棵芥茄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趁些苗 它刚刚爆开苗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的 如果它开了 就比较难些 这个未开的时候 就开始做的最好 它需要的时间 我想你预计它三四个月左右 如果你看到它是枯死了 那代表失败 如果它有少少绿色的话 就代表成功 成功的意思 你就不要立刻拆那块胶纸 你起码等多一个月左右 或者是五个月 或者六个月才拆 如果成功才拆 不成功都拆 因为它死了 那你就要剪掉它 我做了这一波就是这样的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